如果将老七的尸体送去火葬场 是不是就能化解目前我的疑惑和困局 我深吸一口气 将那箱子打开 里面果然躺着一具尸体 但是看见尸体的脸时 我脑袋轰了一下 突然蒙了 既然是我自己 我想起来了 我全都想起来了 死的不是老七 而是我 我有傍晚跑步的习惯 几天前我沿着河堤跑步的时候 突然看到熟悉的人 一跳入河中 我没有多想就跳下去救人了 我把人救了上来 自己却因此处置牺牲了 在有一时的时候 我就成了鬼魂 我的鬼魂藏在家中的镜子 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那面镜子居然被老七买了回去 我是因为救老七死的 他欠我一条命 我的鬼魂慢慢侵占着他的身体 那也不是老七的家 而是我的家 那面镜子 也是我给二手市场的那位瞎子大爷的 因为我顶着老七的身体 所以老板对我的态度才那么暧昧 关注小七 下个故事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